有朋友就聽了你的建議 就想問這個ETF 3033的買賣策略應該是怎樣的 一倍槓桿就更加簡單 買賣策略就買到售 現在買得 買的了 其實這些位置 你不會有太多下跌空間在那裡 因為問題就是 你現在說其實上個星期四衝高回落 你只不過是回回大約星期三就有升幅 你說那個見底信號 都仍然在那裡 你看到十天穿二十天線 多久就沒有試過 你看科子上面也看到的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說這些位置買 因為我們覺得科子未必有很大的反彈空間在那裡 你可能短線部署科子 我們是駁它上到七千一 七千二 這樣就收售了 問題就是 當然越跌下去買才越好 但問題就是 我們本來是駁它一些東西跌到七七八八 所以你不可以預期它 就是還有很大跌的空間在那裡 所以你說做一倍其實會比較悶 但是當然會比較穩陣 其實我們建議買一些兩倍ETF 是 因為我們覺得就是短線部署 因為看來看到七千二 七千三 你用沒有槓桿的 可能只有5-6%左右的勝幅 你問我敢不敢一下子跟你說 看到50天線 看到可能科子7500左右這些位置 大約是6.9這些位置 我真的沒有去到這麼樂觀 所以你說買一倍的話 這些位置買不壞的 再隨時加上安全 接著